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在上午繁忙时间 屯门 天水围 元朗上车出时区的乘客 已经迫满港铁车厢 去到赞上路站的时候 不少乘客上不了车 今年年底预计会有2000多人 入住赞上路旁的过渡性房屋 而明年又有大型私人屋院陆续入伙 铁路运载力可否改善呢 大学生Tommy放暑假期间要去实习上班 虽然是暑假 坐车的人流就比较少 但无论是上学还是上班 他都要在星期一至五的繁忙时间 在元朗站上车 经团马线出时区 但这程车并不容易 8点钟的元朗站应该是最繁忙的时间 逼不到 因为车厢实在太多人 通常一定要等两辆车才能上到 如果没那么幸运的话要等三辆 一辆团马线平均就是三分钟一辆 当然有迫上车 全程去到金钟应该45分钟左右 会好像这个沙甸鱼罐头那样 这一天我们就跟Tommy一起 在星期五的早上大约8点 由元朗站上车去到金钟 看看情况是怎样 今次真的很幸运 因为人们进去之后 我就变成第一个 这次是可以站在最边缘 即使逼到上车 不用跟其他乘客紧贴住 但都要站足全程 没有的 完全没有可能有位 在元朗上车 全程都没有位 是 都比较有吃力 因为都一直要站在那里 元朗站上车的乘客已经这么吃力 下一站敢上路的乘客就更甚 敢上路是元朗的最后一个站 出市区 第二班或者第三班 起码 就是不用主意上第一班 迫吧 如果你多拿一点东西 你应该上不了车 起码三班 不到我们这些不接受 这些是西铁那里 他们要怎样就怎样 我们没有什么西铁的 基本上 我唯有就一直在那里等 等到上到为止 因为男生就更麻烦一点 即是你看到如果刚刚前面 那些是女生 你不要 有时不好意思 硬握过去的 根据港铁向立法会提交的数字 平日早上早敢上路 去到荃湾西一段的载客率 多年来都已经饱和 但在2019年政府曾经引述港铁就说 相信屯马线足以应付未来的客量 本身住在当区的元朗区议会主席 沈豪杰就说 質疑港铁未能够应付屯马线客量 我平时听感田那边的同事 就每一次提起这个议题 他都很生气的 我相信他应该平日收到的 投诉都应该不少 其实在这个屯马线 元朗屯门这一段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 在早上的繁忙时间都是上班 所以其实都是非常之擠涌的 特别来到感上路站这里 作为出市区前最后一个尾站 这里的情况就特别严重 以每平方米企四个人去计算 现时屯马线全线 每小时最多都只可以 载客不够五万人 但港铁委托顾问公司的研究报告 就推算去到2026年 单单在感上路去到荃湾西的一段 客量将会增加去到每小时六万四千人 也都即是说这一段的载客量会超标三成 区议会曾经向港铁作出改善建议 其实我们就提出过 短期来说 怎么可以改善到呢 例如阿士丁站 它就不能够有九卡 它只多只有八卡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就算其他完善的车站是可以有九卡 但是他们都说做不到九卡 我们都提出过 其实可不可以 你照行一个九卡车 去到阿士丁站就提醒一些人 你就要去某一卡下车 或者某一卡上车 但是港铁又觉得这件事不太可行 他们又没有什么特别去研究这个做法 屯马线的前身西铁线 设计上容许再加长去到九卡 甚至去到十二卡 但现时屯马线不少车站月台 都只有八卡的长度 政府曾经说 实际运营上难以再改装 既然不可以加卡 那又可不可以加密班线呢 因为屯马线都有一条很长的隧道 它在消防通风方面的限制 其实已经是限制了它 最多都是行28班车 这样就行不到 好像我们市区线 就是屯马线 观塘线 行到30多班车 一个小时一个这样的班车 根据港铁的数字 屯马线一小时最多单方向 都只有28班车 未计后备雙向全线最少要56班车 比其他线路少 我们在平日早上的繁忙时间 在港铁赶上路站观察过 见到一个小时只有22班车 并不是官方所说的最多28班 曾经在港铁工作的张欣宇就说 情况跟屯马线车队数目不足有关 因为屯马线整条线太长了 所以其实它要预留一些车 都是在繁忙时间要做一个后备 而且也要预留一些车 有分分钟可能有机会是要两抽 是做一个大收 以我们所知 现在大约它手头上可以用的 都是说五万多抽 未去到六十 可能要去到六十八 六十九 这个数字 它才可以行到28班车 现时是早上繁忙时间 屯马线出九龙的所有列车 都要去到乌溪沙先掉头行驶 过了繁忙时间之后 先有部分的回厂班车 以钻石三为终点站 但看回屯马线的轨道配置 在天水围和阿士甸等 都设有位置容许列车掉头行驶 那用这些位置来增加短途班车 又是否可行呢 我想这些技术上是可行的 其实以前建这个西铁的时候 其实那些吊头位都遇得多的 首先将现在的讯号系统 可以行得到最大的班车 就将它充分运用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子弹车 看到哪里遇到人 我会放一架子弹车出来去帮手 你说可能一个小时 你都可以加多一两班车左右的情况 有测量师就说 新界西北的地区人口 在2016至2021年的这五年期间 增长大约6.5% 跑赢全港的增幅 预计新界西北都只会越来越多人 即是屯马线运力不足的问题 会越来越严重 大的发展方向 就是如果我们看回錦上路的 我们盖上路站 旁边已经有私人住宅在这里了 第一期我相信很快就会在明年年底 有机会会入货 未来我们更加重要的 就会有成9000伙的工营单位 就在这里陆陆续续走出来 1、2、3、3个地盘 而会看到里面 现在大致上面初步的布局 就会有21栋的供应房屋 根据政府的资料 那9000个单位预计可以容纳2万5千人 加上私人住宅大约5千人 和今年年底入住的过度性房屋 会多近2200人 那上路一带 未来最少多近32000人 住宅隔离的屯马线 似乎是最方便的交通船行 我相信这里始终就是说 那个基建或者交通运输的供应层面 是会落后于形势 铁路以往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有了人口搬进去 它才会做 但是我们见到政府已经近年 已经采纳了基建先行这个概念 所以未来我相信 就是那个铁路或者其他基建 包括道路 会轻建的速度会比以往来说会快 或者早期已经去做这件事 但是我相信这里中间 始终是有个时间差在那里 就目前列车不足 救治更多的列车可以是一个选项 因应屯马线轻建新站 港铁六月招标购买六列新列车 但根据港铁网站 新车要2028年年尾才完成交付 加密班车就需要买多些新车 首先前提都是 港铁要尽快去买新车回来 就真的假设可以走得到最密的班车 那里可以提升大约两成左右 那个运载力 就是说现在可能四万左右 提升到五万左右 港铁回复说 午朝早繁忙时间已经在天水围站 增派两班黄乌溪沙方向行驶的特别列车 缩到中途站的乘客 又说会密切监察乘客量等的数据 作出商景设施缩到乘客 呼吁乘客利用实时资讯规划行程 时事当面看今集时间就够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爱荣家瑶 印度上个月禁止部分白米出口 香港米行商会理事长陈建言说 本港主要入口泰国和越南香米 印度的禁令对本港影响不大 印度米来香港是非常少的 根据公贸署数字都一定是低于1% 白米因为今次出口的话 对香港直接影响是不大 因为香港主要都是由泰国和越南那边来的米 而大部分的米都是香米为主 就不是白米 香港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大约 过过越岛的存量给市民去购买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出口角都很稳定地 都敢来一些米来供应给我们香港 所以大家市民不需要担心 可阳公园树冷馆开幕 并且展出多项有关灭绝 或者凭危物种的展品 希望提高市民的保育意识 懒洋洋 慢吞吞 不时露出 勉腆笑容 海洋公园这两只最懂得享受 慢活人生的乙子树懒父子 所有动作都是归速 虽然不像其他动物活潑好动 但一样受人中意 这两只分别8岁和13岁的树懒 和球网等其他动物移居到新改建的展馆和市民见面 展馆以贫银物种红色名录为主题 展出多幅人工智能溃制的动物画作 包括已经灭绝的西部黑鲜牛等等 希望提高市民保育意识 海洋公园说 树懒平均每天要睡大约15个钟 市民进来如果想和活动中的他们打卡 除了要把握机会 也都要碰碰云气 除了贫危物种 其他物种的保育同样备受关注 近日另一焦点 是西贡海域死亡的布施瓶 海洋公园说 解剖工作初步完成 团队要进一步化验瓶鱼器官细胞 综合判断死因 预料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以月计 园区内里面做到的化验和分析 我们做到先 另外有些样本 其实我们需要送去不同的单位做化验 包括海外那边 如果拿到一些这样的结果回来的时候 就可以进一步详细去分析整个个案 海洋公园行政总裁黄志辉 对瓶鱼最终在本港死亡 表示伤心和软息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内地网信办打算将移动互联网 由青少年模式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 涵盖3岁到未满18岁的人 根据不同年龄组别设置使用时限 有专家就说将会更加有效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内地网信办近日研究起草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 向公众征求意见 移动智能终端会根据不同年龄段设置使用时长 三岁以下不建议浏览互联网 提倡以音频为主 未满8岁每日使用总时长不超过40分钟 8岁以上未满16岁不超过1个钟 至于16岁以上未满18岁就不可以超过2个钟 当超过时限会自动关闭应用程式 模式的覆盖范围将由应用程式 扩大到移动智能终端和应用商店 有专家认为家长可以统一设置应用程式的总市场 相比以前管理更方便 以前可能孩子用完一个短视频平台 再去用另一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 那么累积加起来的时间 可能远远超过了时间管理上的设定 有人就担心终端硬件的厂商会面临更大压力 专家就说条款可操作性高 厂商不难做 不过需要更加重视数据安全和未成年人审核过程 避免有环节出现漏洞 无线电视记者黄宇恒报道 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 完成由1988年首飞以来第一百次发射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上午11点47分 在走传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成功将搭载的风云三号卫星送入太阳同步轨道 团队今次也就发射长高温天气展开温度控制工作 国际方面 美国国会和国防部据报研究 在现有导弹和火箭当中用威力更强的炸弱做推进剂 提升射程 报道说美方计划用的炸弱 包括中国近期宣布成功自行合成的最强炸弱 路透社引述美国国会助理和政府官员消息报道 美国国防部和国会正研究 使用威力更强的推进剂和更轻的弹头 将现役武器射程提升20% 报道说美方是希望透过改进导弹和火箭的推进剂配方 增加美军在太平洋前线部署的弹药射程 令美方可以在距离中国更远的地方行动 赢得优势 当国会通过有关的国防预算 国防部将会展开使用CL-20炸弱 或现役武器提高射程的计划 CL-20炸弱学名是陆萧基、陆淡、杂尔、五支丸 是目前威力最大的飞核炸弱 比起常规炸弱威力高大约四成 如果用来做导弹推进剂 可以将导弹的射程提升20% 虽然这种炸弱最初是美军在1980% 年代研发 但由于制造成本太高 现时美军在各类弹药当中 仍然使用1940年代 或者更早之前研发的TNT炸弱 只有少数武器使用CL-20 不过中方近期宣布 成功自行合成CL-20这款最强炸弱 号称成本比起TNT炸弱低廉 《华尔街日报》早前更加报道 解放军已经将CL-20应用在先进导弹 大幅提升它的威力和射程 报道说有关消息令到美国国防部紧张 所以想在装备当中扩大应用CL-20 宿世和中国之间的差距 无线电视机仔梁明山报道 南韩经基道成南市一个男人 开车和用刀袭击民众 一死十三相 事发在成南市一个地铁站 当地挨抹接近六点 一个年约20岁的男人用刀挤伤九个民众 而他事前在外面开车产上行人路 撞伤五个行人 其中一个六十几岁女人后来死亡 警方拘捕疑犯 调查犯案动机 首逆一个地铁站附近 上个月也发生类似随机集击 一死三相 另外南韩高温天气持续 当地一个露营活动 最少600人出现中暑等等的症状 南韩星期三开始 在西南部全罗北道 举办世界同军大露营活动 来自150多个国家 同地区的超过4万人参与 当日的气温达到摄氏35度 不少人出现头痛和头云等等的症状 主办方就说会装更多冷气机 并且增泊医生和护士 南韩今年已经有最少16个人 死于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今星期的气温 超过摄氏38度 政府早前将高温危机预警提升到最高的严重级别 星期四第一次宣布调高应对学业的应急工作级别 聘请新印庸的中介费可能增值超过两万元 雇佣工会预计连锁反应下会推高本地印庸的月薪 被警方国安处通缺的职业 据了解他第二任太太和两个子女被带回警署协助调查 国家气象局说 全国过去半个多月的平均降雨量 仓近10年以来的同期增高 各位亚冠可为 印尼政府推出新措施 将印庸部分置付费用转价给雇主 预计9月生后 香港雇主请新来港印庸的中介开支 或者会增加到超过两万 有业界相信会引发连锁反应 推高本地印庸月薪去到6000元 印尼政府推出印庸零收费措施 要求雇主全部承担印庸在印尼的交通费 行政费等等的开支 预计9月生效 中环一间外融中介中心收到有市民查询 负责人说一般会解释给顾客知道 措施未生效 但是就鼓励他们尽快聘请 避免要给多些钱 又说印庸在香港比较受欢迎 印庸他们会学广东话 所以一般来说照顾婆婆 他们都会请印庸多些 因为印庸就比较听话一些 就黑苦来疗一些 你知道老人交出发猛烧 他们的印庸都可以接受到 现时印庸来港 当地中介会收取训练费 公本费和招聘费 其中训练费和招聘费 目前由来港的印庸支付 而公本费即是来港机票 和签证等等的开支 就由本港雇主支付 在新措施下 印庸支付给印尼中介的招聘费 会转介给香港的雇主 估计涉及4500元到5000元 加上本港中介的收费 估计聘请新来港印庸的费用 将会由现在15000元 增加到超过20000元 有雇佣工会说 相信在连锁反映下 已经在香港做事的印庸 转工月薪会升到6000元 雇主原本是想着 聘请一个在海外的印尼工人过来 他计过条数要给成二万几元 他可能就请一个 在本地入门的转工的印尼工人 可能会省回几千元 他估计有两成原本 打算在印尼招聘外用的港人 会选择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外用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天 有雇主组织建议政府 扩大输入家庭佣工的地区 包括内地 但有内地家务助理就说 外用月薪只有4000多元 吸引力不大 拼请引尼外用 下个月开始可能要给多4000多元招聘费 有雇主组织批评 新政策对雇主不公平 期望政府引入更多地区的家庭佣工 本地的中介费已经是给足了 包括了我们的他们的延伸费 机票 所有办理他们的手组等等 都是由雇主作为的 外用来了香港的时候 忽然间他就已经终止合约 来不够几个星期或者两个月 而雇主是给了这么大笔的介绍费的时候 我想问他们有关方面 是有什么保障给雇主 很想我们开放这个中国市场 都要香港政府能够修正这个入境条例 是列为非通常居港 那他就变成了他住几年 在香港做多久都不能够申请成永久居民 本港外用现在每月最低工资是4730元 有在广州的家务助理说 内地佣工分工明确 如果去到香港从事家庭佣工 只得4000多元 相信很难请到人来香港做 本港曾经积极开拓外用来源地 2017年3月放宽给减暴债用工来香港工作 但是截至去年年底 本港超过33万名外用当中 菲律宾和印尼已经分别占19万和14万人 其他国家合共只占2% 有议员说是因为陪同不够 主要就是香港政府要和其他地方的政府去谈好 然后当地的政府设立他的培训中心 去作为他们地方的外用的培训 然后他才可以来香港 现在因为是没有展开这些工作 所以令到曼加拉泰国或者甚至其他地方 是没有设立或者比较少的培训中心 所以来的外用的宿舍就自然会少了 他期望政府尽快和相关国家商讨 比市民有更多选择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天不道 劳工处说以幸印尼住港总领事馆重申 输出印尼政策如果有任何调整 应该避免导致香港雇主聘用印尼的费用大幅增加 或者降低印尼来港就业的机会 厨方会密切留意情况 继续同时分者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沟通 又或会积极开拓其他外用来源地 据了解被警方国安署通缉的袁公仪 第二任太太和她的子女上午被带回湾仔警署协助调查 袁公仪的第二任外籍太太和儿子袁美满 下午大约1点半离开警署 消息说警方国安署人员上午突击搜查 袁公仪第二任太太在香港的住所 分别带走前妻子袁美满 同个女、同个女、袁美淑 调查是否还是和袁公仪有任何形式的联络 或者是金钱往来 警方国安署7月初袁雄一共800万 通缉74岁的袁公仪等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并逃到海外的白人 袁公仪的子袁美昌 她的太太、立法会议员容海恩 上个礼拜也都曾被带走接受文化 国家气象局公布 全国过去半个多月的平均降雨量 仓近10年以来的同期新高 黑龙江省多处下暴雨 境内有高速公路倒塌 当局暂时未公布伤亡数字 影响北京、河北等地的雨区已经移向东北 黑龙江省星期三上午起 24小时内连续8次发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哈尔滨市多地过去12个中雨量都超过100红米 星期四上午连接哈尔滨市和卯丹江市的一段高速公路部分倒塌 两辆车跌落下方的河道由路径民众游省而下 尝试救出车里面的人当局封锁商向车道 国家气象局总结上个月天气情况的时候说 上个月整体降雨量和过往差不多 但分布不平均 上个月16号起至今个月1号 全国平均降雨量比一般情况多一成 而杜素裔就带来两次暴雨过程 强都是历史汉烟 有十几万人受灾的河北省德州市积水到现在仍然未退去 内地传媒估计最深处有6米 因为降雨已经停止了 所以说整个河道的水位是一个在持续回落的过程 但是这个衰减也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总的时间大约在一个月左右 河北省水里厅又说 今轮降雨已经结束 但脱洲之后将会迎来3至4亿立方米的洪水过境 无线电子记者陈雪儿报道 华北地区受到极端强降雨影响 出现洪水 多地启用速制洪区分流 在河北省近86万人需要撤离 当地政府高层说要做好首都北京的沪城河 引发民众不满 有专家就说 涉洪是为了固存大局 并非只是为了北京的利益 北京河北和天津三地上个周末持续降雨 区域内最大累计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 多条河岛水位不断上涨 为了分流洪水 多个地方启用速制洪区 即是河堤外被划分为 临时储存洪水的低华地区和湖博 截至星期三 河北已经启用7个速制洪区 为上游的北京分减18亿立方米洪水 区内近86万名民众撤离 河北省委书记危恶风 获去两天考测防汛抢险工作的时候 就提到要减轻北京防洪压力 坚决做好首都北京沪城河 这番言量就引来民众批评 質疑洩控只是为了确保 北京不会被淹阵 没有考虑下游地区的利益 水利专家又怎么看呢 大汗水是牺牲局部保重 虚子红区的运用也是在流域的尺度里 来统筹考虑 一般来讲虚子红区的有效性 是对下游 天津水降得再低 也不等于说北京就可以不淹 专家又指民众可以依法获得赔偿 发展利益没有被牺牲 而根据内地法例 住房补偿方面按损失的七成计算 农作物最多可以获得过去三年 平均年产积的七成作为补偿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先有四个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强台风卡佬落过日本冲城后 在东海徘徊 冲城最少两死超过60人伤 内地启动防信防台风 是吸引急响应 至于台湾近两万户停电 台北、新北等地停工停货 剩一股市优势 卡路教祖之前 跃过日本冲城那巴市 当地朝早持续有暴雨 部分树木被吹倒 冲城原来超过15万户家庭停电 市内超过200个交通灯 一度没办法正常运作 有警员在主要道路自费交通 在雨楼麻市 一个89岁老虎因为停电 点蜡烛引发火警被烧死 那巴市、宫古岛等地 大约300班机要取消 预计最少4万名乘客受到影响 但是全日空就有超过70班机要停飞 气障部门预料 冲城和鹿尼岛员在未来几日 持续有暴风雨和大浪 部分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250毫米 呼吁民众做好安全措施 新防水浸和山泥倾舍 在大陆方面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星期三启动防汛防台风 四级应急响应 日派工作组到浙江 协助指导防台风工作 相关部门说 由于卡路移动路径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扩大 防汛防台风形势显得复杂严峻 至于台湾也严震以待 台北、新北、基隆和宜兰停工停货 股市优市 新北和台北市等地 有部分广告招牌和建筑损位 新北市大约200户停电 当局说 基隆北部和东北部海岸 可能掀起6米高的大浪 呼吁民众不要走近海边 卡路在东海徘徊 二冬缓慢 预料深夜至星期五凌晨 终接近台湾 之后会掉头环过日本二林海域 再靠近冲城和烟味大岛 保鲜电视记者朱雪林报道 科学家证实 在秘鲁出土的远古巨瓶化石 属于新发现品种 最长20米 最重达到340吨 或者成为史上最大最重的动物 秘鲁利马一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星期三为十几块巨型化石揭幕 这些巨型化石由古生物学家 乌尔维纳 超过10年前 在秘鲁南部一个沿海沙漠发现 经过科学家证实 出土的化石属于新发现品种 秘鲁巨瓶的骨格 包括13块各重超过100公斤的脊椎骨 4块各长近1.5米的肋骨 同一块宽骨 它们不单止異常地巨大 而且密度极高并十分结实 在自然旗刊发表的最新研究指出 透过使用3D掃描器 推算秘鲁巨瓶最长20米 最重达到340吨 足以挑战最大体型的恐龙阿根廷龙 甚至男瓶的巨木霸地位 或者成为史上最大和最重动物 而世上发现的最重男瓶是大约180吨 由于没有发现那个品种的任何颅骨或者牙齿 所以难以判断它的饮食和生活习性 但估计秘鲁巨瓶的体型 好像海牛那么肥胖和臃肿 生活在沿岸浅水水域的水底 游泳速度缓慢 并非活跃的捕食者 无线日子记者韩英权报道